原本佔據立法院議場的學生 傍晚在發表宣言之後 每個人手裡都拿著太陽花 陸續離開議場 我們現在把鏡頭交給記者林真如 大家再帶我們來看一看 當時的情況 各位觀眾晚安 記者目前所在的位置呢 就是在立法院旁邊 青島東路的這個現場 透過畫面我們可以看到 有非常多的群眾聚集 在這個青島東路上 每個人都是席地而坐 專心的聽著在 濟南路現場晚會的 轉播的狀況 而目前呢是由這個參與在 議場內抗議的學生 在分享他們整個抗議的過程 而事實上呢 目前立法院的議場內呢 是全部都已經清除了狀況 已經將大門都已經鎖上 包括這個警察 還有這個立法院的總務處的人員 進入現場再進行清理的工作 而學生呢稍早呢 已經將立法院的現場清理乾淨 把所有的標語都已經拿下來 而換上了這個人民議會的這個標語 代表他們希望立法院 將這個議場還給所有的人民 而事實上呢 學生是在大約下午六點十分的時候呢 每個人手持一朵向日葵 慢慢地走出這個立法院的議場 從這議場的大門走到這個濟南路現場的群眾所聚集的地方 將手上的向日葵傳遞給現場的民眾 代表呢將這個民主傳承下去 而學運的這個領袖呢 陳薇廷稍早也發表了一段演說 我們來聽聽看他當時說的狀況 走出這個議場過後 運動還會持續下去 如果這個政權再不悔改 如果這個議會還是持續地被一些寡頭政權財團所把持 我們終將會回來 而且我們可能不只來這裡 包括陳薇廷這林非凡都表示呢 今天這個活動雖然在議場裡面抗議的活動結束了 但是呢是代表是另外一個開始 他們將巡迴全國各地 號召當初五十萬人的力量 繼續來監督包括兩岸協議監督條例的立法 以及服貿協議的審議 以上就是在立法院現場的最新狀況 我們將鏡頭交還給棚內主播